3. 明報 深圳常圓執完美西北菜 2015年7月22日資訊世界 A 22中國菜牙在烹飪中有許多流派 除了人所共之的八大菜系外 西北菜市內地肯有特色的菜系之一 且擁有悠久歷史 隨好攝有不少飲食集團南下開店 在深圳也有機會上到地道的西北菜了 學愛美食和旅遊的蘭晶Straight市 經常周遊歷過 找尋各地風味菜式 早前他就到過位於深圳南山區的西北調麵村餐廳 吃了一頓頗為滿意的西北菜 不說不知 原來西北調麵村是北京西北餐飲旗下餐飲品牌 目前在全國已有四十多家分店 該店最大賣點是採用調麵 羊肉 生菌 野菜 吊塵醋 辣椒 自然 胡油等天然西北食材 烹調出風味正宗 地道的西北菜 西北菜用三大特色西北菜市大西北風味的簡稱 包括陝西 甘肅 寧夏 青海 新疆等地方風味 據Stacy介紹 西北菜擁有三大主要特色 食材 煮味和香味 採用突出食材 以牛羊為主 山珍野味為富 味道方面 每款菜餅只有一種煮味 酸辣苦甜鹹中只有一種味道最為突出 其他為蟲熟 除多用香菜作配料外 更常用乾辣椒 陳醋 花椒等調料 精油烹後 口感勒而不裂 酸味減弱 麻味減少 但香味都得以大幅提升 西北菜北伐捧場客 由於西北菜在南部地區仍屬少數 故此吸引不少蟬咀一族無名而知 正如Stacy光顧該點已是晚上八時半後 但仍有也多人排隊等位 受歡迎程度可見一班 來到調麵村 調麵時必吃菜食 他第一道菜點鳥羊肉湯調麵魚魚 調麵時生長於蔡北高寒地區的調麥加工 而成的麵粉 調麵即大家熟知的燕麥 調麵其實是燕麥麵 將調麵團手工搓成小魚而形狀 與鮮香濃郁的羊肉湯一起烹煮而成菜 調麵與魚既吸收了羊肉湯的鮮味 也保留了粗糧的口實口感 Stacy形容 放入口中 慢慢嘴作品味 調麵滑韌有著景 湯汁鮮味 口感十分豐富 又因調麵低糖 液附含蛋白質 脂肪 維生素 礦物元素及纖維素五種重要營養素 以及其他穀物所沒有的可溶性纖維 燕麥因 B 壓油酸等特殊養分 具有良好的降糖 降血脂 降膽固醇的功效 不失為對健康大有卑益的保健食材 接下來他吃的第二道菜餚 也是西貝的招牌菜之一的烤羊排 很多主打西北菜的食事也供應這道菜式 但西貝敲羊排的特色在於餐廳選用 內蒙古草原天然牧場放養6至8個月的羔羊 加上含有幾十種藥膳的老湯葉製幾小時 再普煮而成 最後用烤箱烤燒8分鐘才上碟 經過烤燒的羊排式摘金黃大點微焦 放入口中細細嘴咀 感覺外酥內亂 充分吸收了若善精華的肉汁鮮味蜂魚 若沾上之鹽醬料 鮮香更加突出 就算鹽羊山味如對羊肉望而卻步的食客也無須擔心 因為羊排散發的只有濃郁酥香的肉味 沒有山味 煮菜之外 煮食則為百保飯 用小米 紅棗 紅豆等八種穀物烹製而成 口感香甜軟糯 再來一點滴又芥蘭 清脆爽口 最後甜品則是配有天然蜂蜜的西貝自製有機酸奶 入口酸酸甜甜 醉土女食客的歡心 價錢親民客似雲來者 切磋嘗西北菜 令SJ自喜出夢外 他認為這家西貝調面村餐廳烹調有水準 秉成西北菜主料 煮味及香味突出的三大特色 隨選用天然地道西北食材外 最大賣點是採用簡單傳統的烹調方法 用最小的調料來襯托精良的食材 以保留食材的原汁原味 而且人均消費不到兩百元人民幣 難怪客似雲來 想光顧者家人氣餐廳 就要請早訂座 地址 深圳市南山區中心路保能太古城商場北區 B2樓NB201-202號 雙方電話86-400-820-7320 MING